今年度主山政公所救助糧發放作業 在日前正式登場 為了幫助增加弱勢民眾 工作也向農委會申請到27噸的救濟糧 希望讓更多民眾都能受惠 今年我們在4月救助糧開始發放 每年我們其實都會來發放救助糧 今年跟以往比起來有增加一點數量 我們以往大概都是25噸 今年有增加到27噸的部分 也是為了照顧我們的一個弱勢 所以有特地來跟農委會來爭取 增加我們的一個救助糧的部分 今年27噸主要就是發給約莫2500個人 分別是我們的中低收入戶 還有我們的中低收老人 還有我們的弱勢身心障礙的朋友 還有我們低收入戶的朋友 主山政公所救助糧發放作業 當天 除了通知鄰近市區的各禮造車民眾前來領取 對於較為偏遠的禮工作也會責任 在運送前往 可說是相當貼心便秘 針對比較偏遠的地方 我們有考慮到 總共是有11個比較偏向的地方 針對的是我們同投地區 富州地區 那這幾個地區呢 11個禮我們都是直接安排 在他們的禮辦公處這邊直接來做發放 這樣他們也不用坐車勞頓 跑這麼遠到公處這邊來領命 先遠陳寗對此次救助糧的發放 也十分感謝農委會及公處的愛心 其他這樣的善局能夠延續 讓各多弱勢戶都能夠獲得幫助 竹山政公所先清潔到一倍很大倍的救助糧 要讓我們第三頂二十八里所有的 中地收入戶 甚至是這些邊緣戶來領 我們如果是比較近的 近在市區的 都是就近的可以公處領 如果說比較偏遠的 比較偏遠的人公處 也很貼心很大心 他們會送到我們的邊緣戶 還是中地收入戶 玉琳很感謝也很感激 竹山政公所的愛心 我們也希望這個愛的循環 可以繼續 可以幫助更多弱勢的家庭 議長何勝峰肯定公所的用心 善盡公部門職責照顧弱勢民眾 讓他們獲得民生物質 改善生活品質的同時 也感受社會溫暖 記者盧依凱竹山採訪報導